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歌牧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因此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游牧师 讲到九一年的按手礼 当时我也很在唱的 有时候也不明见到他们 为何要在唱歌的时候看着他们 蹲下看着被按手的人 唱一首歌 当后期的时间里面 我们更加知道因此运作的时候 也不需要那个人走出来 但是最后也讲到 其实在疫情之下的聚会 最大的打击就是这种类型的 会众式的聚会 没有了的时间里面 就好像对这群人 好像一个审判一样 就不再他们可以继续 有他们群众形式的按手礼 首先 说回当时去看这些人 留意着他们 原因就是基本上 是的 因此运作是要 要尽量用五官 即是眼耳口鼻 去尝试复到个Message 那个Message 会更丰富 但这个仅限于 那个人不杀种 少收到 你尽量收到 但亦出现容易 有另一个问题 是解决不了的 没有办法糾正的 就是联想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要解决 但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不需要解决 因为为什么不需要解决 很多时候假的 他们都会照样 因为最主要是满足时间感 就是说没有理由走出来 我只收到 啊 那你带着这个啊 回去吧 不行的 你这个仙智很乐面 所以怎么也会找些东西 没有读几支经文 最擅长的是Mereke 他自称的仙智人 就是说他仙智 我觉得他最多是一个 读经机器 他叫个人 A军起来 我带着一支经文给你 可以的了 我才知道 B军起来 带着一支经文给你 我随时打开圣经都可以做到 那些就是最不负责 最无耻 但这也说出 一般很多牧师 他们有的这种罪名模式 就是真的为了会众 而由头到尾 而将信用贬低到 无限地贬低 贬低到一个阶段 总之就是不择手段 所以他们不介意乱想 因为有些手段 眼耳口鼻、五官等 这种方式 导致你能够 去因此运作的时候 去准的 是好的 例如举个例子 例如我曾经分享过 Eddie 问我 你怎样能够找到病 那么准准 和那么仔细 那么厉害 我说其实还有感觉 确实就是 首先 在聚会之前 当然以前要杀足杀准 你在聚会之前 使得自己很健康 睡足 吃的东西 不要吃过量 然后是一个很自然 很正常的状态 在聚会 但是你求神 如果这个聚会当中 有哪些病人 你需要医治 就是把他的病痛给我感觉到 所以当他们进入场的时候 他们觉得 为什么左手手臂提不高 明白吗 他一生都没试过 左手手臂提不高 为什么突然进入会场 提不高 他就可以跟着问神 这个人坐在哪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说的五官是好的 但是不是为了堂塞 你没有话说 你用五官去堂塞 因为我多点联想 挺卑鄙 但是我用这个方法 就是用在真材实料 可以召唤到位 所以我通常召唤的病人 我是可以说得到很仔细 因为这个也是来自我 开始因此运作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现象 就是当我按照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如果神真的要我 说很多东西给他听 其实神会将他的记忆 一段的经历 以及记忆和感受 给我好像打针 扯到我的脑子里面 然后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自己观察这个人的感受 所遇过的事情 最深刻的记忆 然后我就按次序说出来 这个问题就是一样五官的感觉 即是我身同感受 第一次说一句话 所以变成是好的 但问题是我所说 其实最好的方式 就像现在我们的恩赐文座 我们看不到一个人 就是我们未见的人 我们未出街的街头报导 而在家修订跟着那三个人 四个人 他地神要去跟他说 这个当然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们有本质这样做 因为生一种多 如果生一种少 就需要靠 真是那个人见到的时候 你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信息 就更好了 但问题是 这个做法不是为了堂塞 而不是为了更加 慫恿你的恩赐文族的敌人 就是联想 使你自己更加污染你的广告 你的预言 只是为了可以说久一点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这个当然是教会一般的死症 每个都为了欠荣耀 所以变成是 如果是预言说得越长越威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到这一类的死症 其实已经是permanent 自从灵恩 1900年开始 灵恩开始 永久性建立在这些教会 而慢慢演变 变成是染眼法 就像是染魔术 所以我都很喜欢魔术 也很喜欢用魔术方式 去理解这些神职人员 他们很多的神职 其实不是神职 而是染眼法 无论Sleep Power 为人祈祷 或者是所谓的恩赐运作 很多这些东西 举个实际的例子 曾经我亲眼见过一个 很流行说的恩赐运作预言 一个牧师 在排队当中 他一直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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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已经是其中一个Trick 染眼法 你想象不到他用这一招 然后排队为人祈祷 突然抓住一个人 就跟他说 你一定要认识神 我知道你不是真的认识神的 你现在还在吃烟 诸如此类 其实最主要就是他这么说的原因 就是他在他身上见到爆烟 明白吗 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他不说出来 我见到这些冤枉 所以就这样 但是他就跟着 说到最后 你身上有爆烟 在哪里在哪里 然后就拿出来 但两个问题 在一个位置 很瞎的都可以看到 你知道吗 就变成了很 这个人可以这么厉害 有很多这些手段 就是这些手段 其实是染眼法来的 很多牧师都会喜欢用这些方式 尤其是所谓的预言 但是这些技巧 我见到很多 就是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 为了珊明耀 希望多些奉献 希望教会没有太多人事问题 因为每个人都会服他 他们就会用这些手段 但是当这么多年当中我看 就是这些的巴难 其实只不过神审判 当神审判就玩完了 就像现在疫症 就一次过审判了这些人 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 像我们那样 人都未见 应该很准备 因此有人作出 有的问题 这就是真实的神的同在 变成我们对自己又对人好 关于我们自己的将来 甚至我们面对的困境 神都可以一路一路 用这种方式去带领我们 因为就算环境千变万化 多辛苦 但是神都一定预知的 一定帮到我们 但是现在这些牧师 就惨了 现在看回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不断 在网上不断叫人奉献 继续要奉献 那些 直到之前有人聚会的时候 就OK 现在不行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帮着一大笔债 即是那笔债来自他 建一座堂 现在这个堂 根本连人都不可以放在这里 现在基本上 有些静港道 都要放一个大的啤梨 对着啤梨在港道 这样的就是现在搞到 人都不行了 没有人了 竟败贊 也不可以上台 搞成这样 看不过前书第十二章第四节 因此缘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将显出光芒 怜悯孤单沙丧 与崎堤途 彭信心兼须要寂寡 照亮黑暗 尽我所能 献真光 心自在 心自在 得多远 财 这 词 词 词